BROWN的這個底線零距離中距離 零渡角中距離 尾道稍微輕了一些 一個背後運球直接出手 水啦 陳英俊 哇 就我們熟悉的陳英俊就是他的打法 一對一啊 稍微輕了一點 BROWN整個被ROMO撂倒 撂倒在地 前面打快攻 來看陳英俊的罰球 日本的團隊犯規次數還沒有滿 中華隊的邊線球 跳出來後球部的三分球 Nothing but that 有一點的空檔被周一翔打進來 球員必須跳出來 三投一中的第二節命中率 遠遠不及對手 晃了一下之後還是決定投了 對 還是陳英俊 對 經過Q在上面的一個側硬啦 不難看出周金山教練才是要把防守做起來 這幾年的一個成長跟他的積極的訓練 日本隊目前他們三十七分得分裡面有二十四分 是來自於板凳球員所貢獻的 所以剛才講的這種疊對疊 目前為止看起來是有效的 那中華隊 三分球投進去了 是 還是陳英俊的一個三分 不過這是一個團隊的一個球的流動 勝利就真的是比較死拿久遠 來看這個時候是誰接管戰局 陳英俊 球給Q 中距離來一季 喔 他說我接管 你們還有一次的犯規可以用 肯定會用的 喔 繼續犯規 對 今天攻下十四分 罰球是六罰三中的陳英俊 這球掉出來了 籃板被日本給把握住了嗎 沒有 有 搶成了一團 搶成了一團 最後是中華隊犯規嗎 球員幾乎看到球就撲啦 嗯 不過沒有關係 我們現在還是有一個 領先的一個分數 那才是 還是一個很大的一個贏球的一個契機啊 故意罰不進嗎 故意要想要把 沒拉到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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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這球被周博勳給保護好了 今天還沒有任何的罰球 不過攻上了十分 跟拿了兩個籃板 第一把沒有罰進 現在燒香拜佛都要期待 一球就好 嗯 我們看到最後面的罰球 真的大家的心臟 到目前為止 雙方在罰球 好像 只有陳英俊罰進一球 其他全部都供估了 對 黃仲翰 這一球進了 不要犯規 不要犯規 跟到就好 不要被對方投三分 六點五秒鐘 實質人的三分出手 不會吧 不會吧 太誇張了 這一球飆進去 讓他單場攻下了26分了 通常最愛的頭髮是黑的 我告訴你肯定是懶的 我時間又被調回2.5秒 哇 這個主場優勢是太誇張 已經調了三次的時間了 而且一調 這調蠻多的 剛剛14秒 調到16秒 傳了最遠的 很好 時間結束 比賽到點 中華隊一分之差 70比69 在對方的主場 打敗了日本隊 攝日成功